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顺房评 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房子继续看定制房豪宅系列第二期 我们今天看到我背后的这个房子呢 你看它这么大这么高 其实它是一个大一层半的房子 所以说这个房子就是那种看起来像两层的大一层 为什么定制房会有这么多奇奇怪怪的房型呢 那就是因为它是定制房呀 因为你可以在你这个房子里面加上你所有你的喜好 你可以把这个房子变成你梦想中的古堡 梦想中的你的大豪宅,大house,任何任何东西都可以加在里面 比如有的客户跟我讲说 我希望所有的房间都像主卧一样 那也没有问题啊 跟定制房设计师说 让他把所有的房间都做得跟你像主卧一样 然后还有的人说 我爸爸妈妈跟我一起住 不能让我爸爸妈妈的房间比我的房间小 这样很尴尬 那这样没有问题啊 让爸爸妈妈的房间和你的主卧一样大 好了,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定制房吧 如果你对我的房品感兴趣 或者对搜尊的定制豪宅感兴趣 欢迎叫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我们开房子啦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定制房豪宅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定制房豪宅 这个是另外一个定制房的建商 这个建商是Parners 其实这个大房子您看着很大很高 它其实是一层半的 所以它不完全算是个两层的房子 所以它跟两层是一样的 一层的左手边也是一个主餐厅 跟我们上一期不太一样的是 它这个是个一层半 而我们上一期看的是个完整的两层 也就是说定制房豪宅 你想怎么做都可以 这只是某一些例子 这个地方是个完全透明的一个办公室 办公室的挑高也是21个肥 所以我们一进来呢 就看到这个客厅就跟刚才那个非常不一样了 这是完全通透的挑高 所以就这种通透的感觉 推拉门 这个sliding door可以直接推过去 所以如果party的时候 跟院子就融为一体 完全是挑高的 大客厅大餐厅 然后也是一样的 石英大理石铺到地 最近的设计 然后镶嵌石冰箱 豪宅必备 然后非常大的 六灶的这种火炉 像这种房子 它的样板间设计是没有中式厨房的 但是如果你想做中式厨房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这个房子很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功能区几乎都在一楼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先去它的主卧看一下 这边就是主卧 这是主卧 其实看来看去主卧的区别 基本上就是这个挑高的区别和大小的区别 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主要还是体现在洗手间的好气上 我们现在进这个洗手间看一下 这个主卧的洗手间 马桶间 浴缸啊之类的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 其实我不太好说哪个风格好与不好 其实就是你喜欢为主 都是双铃鱼头 然后再往里走呢 就是衣帽件 然后它这个是可以这样转 转 就这边还有一大块 然后呢 洗手间的另外一面也有一点储藏间 就是这个位置 其实严格来讲 这算是个男的衣帽间 那边算是大的 算是女士衣帽间 这个院子就是另外一种感觉 那个泳池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好 现在让我们去这个房子一楼的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是餐厅 再往前面走呢 就是一个吧台 豪宅必须要承担很多这个party的职能 所以你看吧台旁边也是sliding door 然后在吧台的隔壁就是放一厅 这个房子开party就会非常爽 因为它在一楼的这些公共区域非常多 还有一些小心思 就是一楼的厕所放在这儿了 然后这边还有淋浴间 然后基本上的意思就是游完泳 从这儿打开门 然后进来淋浴 然后 看它的楼梯藏在哪了 楼梯藏在了这个背面 真的挺不好找的这个楼梯 然后在这边呢 是一个巨大的洗衣房 然后洗衣房还可以给设置的给狗狗洗澡的狗狗领域间 因为是这个定制房嘛 所以就是你想加添加什么自己想要的东西都没问题 我们现在先不去二楼 先完整的把一楼看一下 因为我们一楼还有一部分没有看到 这样的就是非常舒服的大一层 在一进门主餐厅的旁边 我们看一下是什么 这是一个储藏间 然后这个门就是通往车库的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面 往这边走呢 有两个卧室 这是其中一个 卧室的面积是很大的 然后卧室肯定是套间 都带着洗手间 因为是全定制房 所以说 你要是觉得哪个地方不满意的话 随便可以改 设计师完全为您画图 然后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另外一个卧室带着洗手间 所以光一楼呢 它就是有三个卧室 这个房子主要的功能区域都在一楼 现在我们再上二楼看一下 这个房子呢是有一个主卧 有很多的客户会问我说 我想在一楼做两个主卧也没有问题 设计师会给你设计成两个主卧 只要或者是每一个房间你都做成像主卧一样也都没问题 因为全定制嘛 你想怎样就怎样 这是一个二楼的卧室 很大 二楼卧室的旁边也是洗手间 都是差不多的 然后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卧室看一下 这是二楼的另外一个卧室 好 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定制房 这是一个大一层半的定制房 如果您在休等地产感兴趣 或者对我发的这些定制豪宅感兴趣 欢迎在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